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吴老师的汉语课堂 今天我们学习HSK五级的第一课的最后一部分,第三部分 那这一部分会比较简单一些,生词也会少一些 那我们先还是一起看一下生词吧 我们还是一个生词读两遍,好吗? 好,第一个 蚊子,蚊子 半夜,半夜 叮,叮 老婆,老婆 吵,吵 像,像 患难与共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生词 蚊子 这是一只蚊子 我们用量词 只 一只蚊子 他在做什么? 他正在盯人 他正在盯他 蚊子正在盯他 蚊子盯我们以后 我们会觉得很,很痒啊,很不舒服啊,我们可能还会有包啊,长包,红色的包,嗯,那我们不喜欢文字,对吧?不喜欢文字,那下面一个词是吵,吵是一个动词,也是一个形容词,我们看一下,你们别吵了,爷爷在屋子里睡觉呢? 你们说话的声音太大了,我的孩子都被吵醒了,一到晚上楼下全是卖东西的,太吵了,卖东西的,嗯,他们会说,啊,快来看我的东西,我的东西很好,卖水果,卖蔬菜,嗯,声音太吵了,那这里吵是一个形容词啊,这里的吵是一个形容词啊,这里的吵是一个形容词啊, 那有同学会问老师了,吵和吵架有什么不一样呢?那我们来看一下,吵架它是一个泥河词,我们以前也学过泥河词,比如说,洗澡,结婚,对吧? 那这些都是泥河词,那这些都是泥河词,我们可以在泥河词的中间加入其他的成分, 见一次面,见过面,洗过澡,洗一次澡,结过婚,那吵架,我们也可以在中间加上 吵过架,吵一次架,吵了架,但是泥河词最重要的是,他们不能直接加冰语, 你不能说,见面他,洗澡,洗,洗澡,洗澡一次,吵,吵架他,我们只能说什么,跟谁吵架,跟谁见面,那不能在后面直接加冰语啊, 比如说,我们从来没为任何事情吵过架,那泥河词,我们把过放在吵和架的中间,你每天都跟他吵架,不,还不如你婚算了,跟他吵架,跟谁结婚,跟谁见面,不是见面谁,结婚谁,好吗? 记住了,吵架是一个泥河词,那吵有两种,第一种是动词,做动词,第二种是做形容词,好,我们来看一下课文的第三部分啊,第三部分,我们一起读一读, 过了一会儿,男人醒了,评委们问他怎么,那么累,男人不好意思的笑笑说,我家住一楼,蚊子多,昨天半夜我被蚊子叮醒了,我怕我老婆再被吵醒,所以后半夜就在为他擀蚊子。 最后的结果是,电台增加了两项奖项,将第一对夫妻评为患烂与共夫妻,将第二对夫妻评为相敬如冰夫妻,而真正的最恩爱夫妻奖,却给了第三对夫妻。 那同学们,那男人为什么这么累呢,他为什么比赛的之前他都睡着了,因为他昨天晚上在为他的老婆怎么样,擀蚊子, 但是他为什么要帮他的老婆擀蚊子呢? 因为他家住一楼,蚊子多,昨天半夜他被蚊子叮醒了,他被叮醒以后,他害怕他的老婆再次被蚊子叮醒, 所以他后半夜就在为他的妻子,所以最后他们第三对夫妻得了什么奖? 最恩爱的夫妻奖,嗯,为什么? 因为,因为,因为,男的时刻想着他的妻子,他的妻子时刻也在想着他的爱人。 丈夫害怕老婆被蚊子叮醒,所以后半夜为他擀蚊子,所以他没有睡好。 那妻子,嗯,妻子觉得,嗯,丈夫为他付出了很多,很辛苦, 所以就让他多睡一会儿,不参加比赛,放弃比赛也没有关系, 他们都在为对方考虑,替对方着想,所以他们得到了最恩爱的夫妻奖。 那第一对夫妻,他们得到了什么?患难与共夫妻。 那我们看一下,什么叫做患难与共,为什么第一对夫妻,他们会评为患难与共夫妻呢? 我们再看一下第一对夫妻的故事,好吗? 嗯,第一对夫妻,他的妻子全身瘫痪了, 他的丈夫怎么样?一直鼓励他,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他,从来都不抱怨。 嗯,最后他的妻子终于站起来了。 什么叫做患难与共?患难与共啊,不是患难与共啊, 是患难与共,共,共的意思是共同,是一起。 那患难,患难就是遇到,遇到,遇到不好的事情,遇到不幸福的,不幸的事情。 嗯,比如说,像他的妻子瘫痪了,这是一件,嗯,不太,嗯,不太好的事情,对吧? 但是在这个时候,他的丈夫没有离开他,而是跟他,而是跟他在一起照顾他,一直照顾他。 遇到困难的时候,没有选择离开,而是一起面对这个困难,一起努力去解决这个困难。 这个就叫做患难与共,遇到困难,遇到问题,一起共同去解决。 第一对,第一对夫妻,妻子瘫痪了他的丈夫,跟他一起面对这个困难,一起解决这个困难。 最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,所以他们是患难与共夫妻。 那第二对夫妻,评为相敬如兵夫妻,相敬如兵夫妻。 那这个第二对夫妻,第二对夫妻已经想过什么叫相敬如兵了,相敬如兵,因为他们十几年从来没有吵过架。 好,同学们,那这一篇课文我们再看一下。 嗯,没有问题了吧? 应该没有问题了。 那,那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篇课文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动词啊,一些比较重要的动词。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。 靠,靠,还记得靠吗? 第一个意思,靠着,靠在,第二个是依靠,第三个是接近的意思,靠窗,靠过道。 第二个是喊,喊,老师喊你,喊你。 第三个是什么,伸,伸难腰,伸手。 第四个,帝,把纸帝给我,帝过来,帝过来,帝过去。 催,妈妈每天都催我起床,你快点,快点起床,上学要迟到了。 盯,蚊子盯我。 最后一个,吵,吵,吵架,吵。 好,同学们,我们现在用这七个词,七个动词来完成第一到第七的练习,好吗? 老师给你们两分钟坐,两分钟以后,老师说答案,要得一百分哦。 好,我们来一起看一下,第一个,他突然,怎么样? 他突然喊了我一声,吓了我一跳。 昨晚我被蚊子,嗯,叮醒了。 那个男人的头靠在女人的肩膀上,睡着了。 他伸出手指,做了个小声的动作。 请帮我把这本书,怎么样? 递给麦克,谢谢。 每天早上楼下跳舞的阿姨们太吵了,我没法睡懒觉。 嗯,在中国,很多阿姨喜欢跳什么?广场舞啊,广场舞。 别催了,他们发信息说已经在路上了。 嗯,好,同学们非常棒啊,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七个动词了。 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篇课文里面的生词,我们来选词填空,好吗? 还是给你们两分钟的时间。 好,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。 第一个题,他从小叫,嗯,爱护小动物,爱护环境,爱护自然,爱护小动物。 关于这段对话,下面哪像A,哪像A,哪像A,B,C,D,哪像是正确的? A,B,C,D,哪像是正确的? 我们做HSK练习的时候,我们做HSK练习的时候,经常会听到,对吧?哪像是正确的? 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会儿,不要催他等和等待。 等的后面是单音节动词,等待一般是双音节或者多音节动词,多音节词。 好,同学们,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篇课文的动词。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这篇课文的其他生词。 现在我们来做这个选词填空。 请同学们,做一下一到六题,两分钟,然后老师说答案。 好,第一个,他从小就爱护小动物,爱护环境,爱护自然,爱护。 第二个,关于这段对话,下列哪像是正确的? A,B,C,D,哪像是正确的? A,B,C,D,你选择哪一项? 我们在做HSK练习的时候,经常会听到,关于这段对话哪像是正确的? 请选下面哪像描述是正确的? 请大家耐心的等待一会儿,不要催他等待和等。 同学们还记得吗? 等待一般用在书面语里面,等一般用在口语里面。 等的后面可以是多音节词,也可以是单音节词,等人,单音节词。 等待的后面一般是双音节或多音节的词,比如说,等一会儿。 请把那本杂志递给我。 火车快到的时候,你喊我一声。 不要总是抱怨别人,要想想能不能改变自己。 抱怨是没有用的,要努力的去解决,改变。 好,同学们,我们还再做一个练习。 看一下1234怎么做呢? 第一个题,你的病都好了吗? 现在感觉,哎,如何,对吧? 我们把如何放在最后,怎么一般放在句手,对吧? 句子的前面。 第二题,电视里广告太多,让观众感到很不耐烦,不耐烦。 这儿太吵了,嗯,太吵了,吵还可以做什么? 形容词,太吵了,我们换个地方吧。 他这么年轻,没想到居然是一位著名的作家。 很年轻,没有想到,居然啊,没想到是一位著名的作家。 嗯,好的,同学们,这是关于HSK五级的第一课爱的细节。 我们已经学完了课文,也做了一些练习。 嗯,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,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里告诉老师。 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,也可以告诉老师。 嗯,谢谢大家的喜欢。 那下一次课,我们会学习HSK五级的第二课。 嗯,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 同学们再见。 拜拜。 拜拜! 拜拜!